人终于生病死的时候,明星们也不例外,即使是演艺圈很多的明星死了,总是被我们顶嘴。这是一次出名的永远不朽。 1.张国荣 2003年的愚人节当天,哥哥张国荣从24楼跳下来,结束自己的生命,这一天被称为一时代的坠落。 2.他的葬礼非常盛大,很多明星亲自过了最后的日程。凤凰卫视也停止了节目,现场直播葬礼,并且天光参加他的葬礼的粉丝有万人。到现在,很多粉丝为了忌日而进行了调宴活动。 2.刘家良是武学上的一代宗师。 是香港著名导演,同样是约翰少秋的师傅。 2003年他在香港病死,葬礼留在了娱乐圈。 来自世界各地的百名流门子弟聚集在一起,有几百名明星去调宴。 其中有罗家英,首季的婴儿,奥丁丹,成龙等巨星,现场的大众在多数的街道上, 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战三,有被称为民国四大美女的阮林玉,生前的电影地位仅次于影子后的蝴蝶,表示中国的无声电影的最高水平。 死亡后发生了巨大的骚动,在葬礼的日子里,有三十多万人被送葬,途中长龙塞车。 四,黄家居,那一年的黄家居是香港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,不是现在的周杰伦,而是在亚洲,乃至世界上有地位。 她的歌也是满的能量。 不幸的是一次巡演,黄家居不小心从舞台上摔下来,当场昏迷,六天后去世了。 葬礼也很盛大,很多艺人都在拜祭,粉丝们也十分痛心。 五,梅艳芳的美丽,2003年因宫颈癌而长死,她的葬礼被卷入了香港的整个演艺界。 在她的葬礼上,成龙,刘德华,冯小刚等,在调宴会上,刘德华,梁朝伟,杨子涵等艺人扛着梅花鲜艳的棺材扛着灵魂,表示了香港80年代红女歌手的调宴。 六,李小龙作为中国的技术,作为对世界的桥梁,受到国内外粉丝的支持和留恋,1973年33岁的李小龙意外的去世了。 迈克尔,杰克逊的业绩在世界上很有名,2009年6月25日杰克逊去世了,享年50岁。 在美国洛杉矶,葬礼超过了70万人,葬礼上88个电影院直播,政府超过2000人保持秩序,32辆警察开路。 报道的记者超过了3000人,因为地上是很难通行的,所以直升机出动了20辆以上,电视前面的人数很多,媒体认为25亿人是史上最高的名人的葬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